我看到最近的和平戰爭危機 看到美國要把台積電搬走要把炸掉 最近第四次也出來講 我看到台灣的警察要跟民房結合 過去台灣最早的警備總部要開始恢復 我覺得這些東西 你們里長搞不好都要開始去受軍訓 越開始要打巷戰 我覺得這一點東西我一定在和平 是個大談判的時代 我相信我出來代表來談判 我一定是有尊嚴的談判 我相信我跟大陸也好 我跟美國也好 我說我們來和平 他們會比較相信我 還是比較相信另外一個黨派